想了N9,抓住栗子机的尾巴,我终于安排上了这份板栗烧鸡,绝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博 准备一份新鲜的栗子 先划个十字,教你们怎么快速的剥生栗子 锅中烧开水,放入栗子,加一勺盐 煮两分钟,然后取出 不要一次都取出 剥栗子就要趁热剥,这样煮两分钟就很好剥下来了,要快一点 如果栗子凉了就要再放水里烫一下 完整的小栗子,学会了吗 土豆精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吃土豆的机会 栗子机其实可以不放土豆 一个人的话一个鸡腿就够了,剁成小块 如果一家人吃可以放斑织鸡 干香菇提前泡发,对半切一下 锅内热油放入葱瓣和姜片,然后加入鸡块 翻炒一下,加入一勺料酒,炒至鸡块变色 将鸡块中的水分全部炒出 然后我们来调一个味儿,大家看一眼字幕 然后加入切好的香菇一起翻炒 放入剥好的栗子 再加入清水没过食材 盖上锅盖,大火烧开,然后转中火煮20分钟 然后加入土豆再煮10分钟 把这个土豆煮软 香气飘飘 出锅前尝到咸淡可以适量的加盐 我们的板栗烧鸡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精华就是栗子比鸡块更好吃 粉糯粉糯的口感 再来做个简易版的糖炒栗子 同样是划一个十字口,加两勺白砂糖,两勺食用油 再来半碗的清水,然后电饭锅煮饭间40分钟就可以了 自己在家做栗子就是这么简单 开饭了,你们今天都吃了啥 没有闷米饭吃上期包的烧麦 你们有没有包啊,真的连吃几天都不腻 冲一杯玫瑰花茶 迫不及待的要先吃一口栗子 鸡块也很好吃 咸香入味是很下饭的那种 做一次保准会爱上 我发现你们口味和我特别像 就是基本上我爱吃的你们都爱吃 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哦 吃个栗子,每次都会被路边摊的那个糖炒栗子吸引 其实自己家做也很简单的,而且具实惠 我是一个番茄精,鸡蛋精,土豆精 好了,明天见,拜拜 希望你们每天都来看看我